大家好 今天又来这个鱼囊 玩一下啊 鱼囊的鱼太多了 钓了把它转移 上面那个鱼囊 这个煎热的话是里面鱼多 里面这个水 是混混的 煎热容易吃鱼 钓起来了就把它放到那个打鱼囊 还钓着豆腐 也不一定钓着豆腐 我怎么对自己没信心 等下啪啪打你 两根 那个我是 大小鱼 大根鱼飘在那里 搞得我看了半天 那根没有鱼飘 哇这个黄猪肠长 长这么高了 两米咯 上面也有这么大吗 上面还有些 我爱鱼真的是长不鱼呢 这样子看的话应该是供应的了 这天天叮叮啪啦的 下鱼是吧 对下鱼隔草也拉 温度高 哎哟 感觉今天的鱼可不好 是不是你来坏了 那我走啊 那我走 这自己钓到鱼还怪我 你看你们男的就特别想给自己找借口 今天鱼情不好 钓又钓不到 不知道坐在这里干嘛 勸你早点收手 把这些鱼竿赶紧都把它折掉 断了这个面香 给女人来钓鱼就是龙 钓鱼要长就耐心 你看这鱼那么多 老是看到有鱼跳起来 要不你来试一下 我就不是 我没这个耐心 我也不知道钓鱼的乐趣在哪里 我从来都没有到一趟龙钓鱼 不是你跟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估计是被你咽了 我在这里陪你蚊子咬的 到底都是鲍鱼 你还这样说我 你良心不会痛吗 来你坐这个位置看一下 你能不能上钓 来你起来让我坐 上了上了上了 看 上钓鱼跳起来了 怎么看我都不知道 等下那个大鱼过来不要上钓 把你拖下去了 算了回去了 老老实实扛草去喂牛 这段时间天气不好 天天下雨 8毛草 现在割了 2毛多 还有这个6毛 5毛多 应该还可以坚持10天吧 10天的方法是吧 坚持完了 我们地的房子草 差不多也可以全部割了 下雨天天天下雨这条路 再走几趟 要洗巴烂了 下雨天比较难倒车 开过来掉头又不好掉 会打滑 啊 又走偏了 又走偏了 越割越远了 不好扛啊 我脚痛啊 怎么办 休息 休息 坐这坐这 勇敢了你 休息 两只扛完了 我现在越扛越远 割到现在 还割了2毛5分地啊 还有这么多 还有6毛 5毛多 6毛的样子 还有时间要割完 现在回去喂牛啊 现在这个草 都没碎给它吃 这个牛 吃这个草 给饲料它吃 给这个草 同时给 你也不吃饲料 永远吃这个草 呵呵 这个草很甜 回家喂牛 慢慢吃 下班了 一天又过去了